美军波音RC-135侦察机进入南海上空 解放军派出一架殲-11战斗机升空 进行拦截双方机翼距离不到三公尺 殲-11还挂了四枚导弹 陆枚形容是空中拼刺刀 逼得美军只好从殲-11下方飞离闪避 双方距离如此近 就算飞行员控制好操控感 但只要一股不大的横向气流切过 都足以让两机相撞 大陆警告美国 挑衅大陆不会有好下场 美方的挑衅性危险行动 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美军机剑拔弩张之际 拜登签署2023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 编列预算提供台湾20亿美元军事贷款 建立学人计划 资助美国官员到台湾学习交流两年 并且规划推动美台军事训练计划 势必引发美中台三方紧张关系 南韩则向大陆靠拢 最新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 将大陆称作重要伙伴 跟美日所说的挑战明显不同 但对于台海和平的措辞与美方同调 还没形容这是与美日同调并拥抱大陆 另外澳洲总理爱班尼5月上任后 中澳恢复官员对话 澳洲贸易部长明年还计划访问北京 要让澳洲商品恢复进口大陆 积极修复与大陆关系 记得李星辰 晨晨茂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比赛期望 小朋友 欢迎来 请订阅